梵和邨 梵和邨位於廣東省桂東縣 黎山鎮附近 十幾年前被評為 廣東十大最美古村落 不過它不像內地 重建到美輪美換的商業古城 梵和邨雖然是原政府推介的景點 但它沒有接待遊客的設施 居民如常生活 遊客非常少 算得上是冷滿景點 梵和邨於明朝初期建村 上世紀二十年代 曾發生過一宗與香港有關的沿岸 當時由於有多手來往香港的船隻被海盜騎劫 港英政府派出海軍進入中國境內 進行了三次所謂的消滅海盜軍事行動 其中一次軍事行動發生於梵和邨 英國銷毀房屋及船隻 英國銷毀房屋及船隻 據當時紀錄 英國政府及港英政府都聲稱 無人傷亡 但國民政府指出 死傷者有千多人 究竟誰說謊 誰說真話 至今都未有確實的答案 關於這宗白蓮園案的詳細前因後果 請看我網站的文章 下集再介紹其他無人的故事 我們下集再見 祝您